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组准备了一些小惊喜给你 我们现在请你看一下 哦 对对 这个是第一页 好像是 哇 哦 我以下手来拿钱 你呢 就拿你命 好笑了 怎么可以说我的银两就是你的银两 公道自在人心 每次都抓住我 我说是总裁拆大 你还有大把钱多 以后不照顾阿丁 放心吧 阿丁一条头发都不消 哈喽 欢喜哥 好久不见 听说你跟那蛇去无限超越班聚会了 但抱歉 因为有工作在身 没办法跟你们一起聚 但我在这里 祝你 从业 五十周年 快乐 不够暗笑地说吧 我们这几代人都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可以驾驭任何角色 演什么像什么的优秀演员 是值得我们尊敬还有学习的前辈 一路上对自己的热爱坚持一点也不容易 但这五十年呢 只是一个里程碑 并不是终点 我们要继续在片场相聚 一起为观众们演下去 楼道 今年是你 从无限训练班毕业的第五十周年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啊 哇 这个奖是颁给你的 是最佳惊喜男主角金黑蓝之够 是不是很惊喜 送给你 谢谢 还有啊 我有一封信要送给你的 是我自己写的 楼道 所谓人生有多少个五十年 恭喜你啊 五十年前你做出了人生非常正确的决定 选择了当演员 因为这么多年来 你演过的角色都给我们带来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你不要再说 当演员是混口饭吃的了 许孝雄先生 我告诉你 你是一个好演员好不好 真的混饭吃 有一句话我是没有跟你说过 就是我的心底话 就是 没巴的我 就一直很渴望有一个很好的爸爸 然后直到我可以扮演你女儿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 你好像是我的女儿一样 是吗 对啊 对啊 我们在洗读的时候有一场 有一场戏 就是我 晚上的那场 对对对 当时大家都很 就是在心里话说出来 是 很舒服 是 真的有 有爸爸女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 谢谢你 好 让我感受到 遗忘很久 的父爱 谢谢 哎呀 谢谢你 好了不说了 下一个五十年再给你写信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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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他原来是真的 在心里我是他老爸 哎 当时真的没想到 我也有一点点泪水 哈哈哈 还有个问题 老师 您73岁了 有退休计划了吗 退休 你真的想我死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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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这样想 这以前 有几位奖辈 就说 哎呀 千万不要退休了 退休很快就 过一两年就 就走了了 是因为人没有寄托 你好到年纪大了 你能力可以做就做 没有这个能力 就做小一点 做小一点也要做 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你又有一个寄托 你就不会死得这么快 谢谢啊 谢谢啊